我刚才已经看了那么多 有可能泄漏你机密的问题 所以要回到你自己本身 应该怎么样 先了解一下说到底你在设 这些所谓的密码的时候 到底有或者说一些安全性有什么地方可以住 那首先第一个 现在其实大部分重要网站都要求你做这件事情 叫做定期更换密码 各位有没有那个网络银行的账号 网络银行 他至少都要求你一年要换一次 一年要换一次密码 因为你不换不请不让你用 这个是一定要的 因为那个牵涉钱 其实我跟你讲只要牵涉钱的 他宁可麻烦一点 也要你比较安全 第二个 密码强度的检测 我不知道各位 上次在有的人有申请那个Gmail账号的时候 他有个叫密码强度 或者有些网站你在申请账号的时候都会有个 名词叫密码强度 有吗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你用这个关键字你看我们去找 我们来这边找 密码强度 有没有 随便网络上都有啊 你如果今天 比如说你把密码打进去 比如说打 好 至少要8位数 8位数 那很抱歉 密码的长度有 但是没有大小写 有没有 而且数字输入的 都是数字 然后呢 没有特殊符号 也没有达到最低需求 因为我打的是什么 12345678 有些人会偷懒 比如说打那个 QWERT QWERT 好像不是常用字 但是刚好是键盘上的排列 你有没有发现 QWERT 有些人会用这个啊 不然就用什么 QAZ WS WS SX 有啊 事实上你可以去查一查那个 常用密码的什么 那个排名 你别用这个关键字查看看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也可以当关键字查 常用密码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有 有些人就会特别喜欢用 ABC123 123 1234 这些都是常上榜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用这种的 就表示 要小心了 表示说你的密码有可能 比较容易被看到 所以 你可以稍微试看看像这种的 有没有 所以他有什么扣分的啊 事实上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查看看 这是第1个 就是说你的 可以透过这个 一般主要就是 针对什么 长度跟复杂度 原则到我们比较建议就是 有因素 以外最好加上 大小写的不同 甚至加上什么 有些网站允许你的密码 可以用所谓的特殊符号 那这样会更安全 你用字典查得到的 或我们刚刚讲那种 排列找得到的 就是比较危险 因为别人可以拆 所以有什么字典攻击法 之类的 那第2个呢 当然你可以透过一些所谓的 木码的检测 因为有些时候 你可能去过一个网站之后 就撞了木码 那现在木码跟 病毒比较不一样 病毒通常会要你的电脑瘫痪 但是现在木码通常不要你电脑瘫痪 要的是什么 要你里面的资料 个资比较重要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你可以去一些木 可以找一些木码的检测 那么 接下来就是 有些时候像我今天一开始讲的 有些 高风险的网站 你明明知道不该进去 一种是有颜色的 一种是 有 不胀资源的 这两种大概是网路上最常 见的 不胀 不能去的地方 对不对 明明外面都有树牌子 内有二全 但是你就觉得 我要进去 那这个时候呢 你最好就是 帆路软件一定要装 对不对 那搜寻群事实上我们现在Google也好 或有些帆路软件 它本身 它会在你搜寻的时候呢 后面会有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网站能不能去 有没有 就那种已经恶名昭彰的 他会被列在那里面 那所以就比较 不会 有发生 他会问你你真的要去吗 那你点头 那他还是让你去 只是 自己负责 所以他有提醒 那比较好的方法 我们以前 应该是第二节课有用过虚拟系统 有没有 像我刚刚用那个 虚拟的Windows 7 那个Windows 7一样 我在里面去就好了 外面的 你自己正常使用的 你就不要进去 或者你用 有时候比较没有在用的电脑去 那就比较OK一点 这个是 你可以参考 那 各位听话应该有听过钓鱼网站吧 有吗 请问什么叫钓鱼网站 哈 钓鱼网站就是江泰宫了啊 愿者上钩啊 真的啊 请问你有没有机会打错Yahoo 比如说 做一个欧 有没有 做一个欧也有人 你看 也有做成网站 你以为没有吗 这块呢 就很有机会成为钓鱼网站你知道吗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网站你要加入我的最爱了吧 不要用搜寻的 因为比如说像 你的银行的 网站 还是说某些 你比较重要网站 请加到我的最爱 你不要为了摊涂方便 然后就用搜寻的 因为搜寻有时候就像这样 多一个找一个 就不是肯德基嘛 是吗 所以那个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 不小心会打错字 那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进到这种钓鱼网站 这个是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的 所以 老实讲我现在我的最爱 都只有几个 像什么邮局的 银行的 反正我其他的就不用 那比较没关系 所以 这个是 要注意的 那再来呢 还要什么 这个 因为这个 特别牵涉到一个 你是不是正版的问题 很多人为了 因为他 不是正版的 所以不敢开这个 因为常常开了之后 网站就偷偷告诉你 也没有偷偷来 明目张反的告诉你 你可能是盗版的受害者 事实上他心里面想的是 我又抓到一个盗版使用者 对不对 那他就希望你赶快去 做什么事情 可是呢 我必须说 作业系统 我是蛮鼓励各位可以的话买正版的 你可以买那个随机版 我记得我以前有解释过 随机版会比较便宜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那个 Windows 7 家用进阶版 大概是2000多块 但是那个2000多块 你在更新的时候 更新的 新安宜的 你了解意思吗 你根据新安宜的 你不用去担心说我这个按下去之后 会不会又出现你制造版受害者那些 那些问题 所以 因为他是比较底层的 某些人 不更新 你会发现有些 电脑就会利用这些漏洞 来让你的 电脑有问题 所以我是蛮建议各位 至少啦 也许你软件没办法全部都买到 但是作为系统你可以用正版的 或者你买那个book 这本来就付了吧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 很大方的按下去 按下去就不会怎样 对不对 你就不用担心后面的那些问题 当然 我也必须说 无论更新也有出过错 有 还有也有过一两次 但是 比较早 只是一两次更新完之后 比如说 某个东西就坏掉了 但是他检测不够严谨 但是这种机会是相对比较早 所以 这个时间一个 对不对 另外呢 像 很多应用程式要更新 比如说Office 其他都有 那么 除了这些以外 我建议各位 可以来这边稍微看一看 因为这里呢 有很多 关于治安的 你记不记得我们 有一节课 一个研究有介绍过一个网站 叫做中小企业网络大学校 那个好像是在上礼拜四的样 其实他有一个连到这边 最近他们有更新 我发现说他们 你打这个中小企业 网络大学校 用这个关键字就好 现在进去了 他最近多了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企业应用表单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也就是说我们在Word里面不是有很多犯本吗 你可以来这边找找看 你看他有跟 财快 销售 总务人士 工厂 行馆 有没有 有很多 对应的那个表单 你来这边找 没办法用吗 我觉得还不错 他最近推出来了 但是我要讲的不是在这边 我的是在这里 有一个资安知识 有没有 从这边进来的 因为这个里面的是另外一个网站 他里面有电子报 像我刚有 跟大家提到那个 有没有人肉搜索 最近第40期的 还有那个资安专题 人肉搜索 他大部分都不会用那个很监涉的那个 就是 方式去 做描述 他会比较就是 保护你的资料 怎么样保护你的资料 做备份 那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叫做 其实 我们的Facebook Google Plus Google家 那个叫社交工程 还有像email 也都是属于社交工程的 伴从 所以你怎么样去 有没有 诈骗的 对不对 行动上网 有没有 安全性的 对不对 都跟他有关 所以 各位呢 你可以参考看看 我觉得上面的资料还不错 那么 至于说这个 最后这个行动上网 我想 你最主要像我们现在在台北 各位如果你有用那个 Wi-Fi上网 Wi-Fi上网是相对比较不安全 就是无线上网 不是手机的那种上网 是Wi-Fi的 我们不是有很多所谓的热点吗 你这很多地方下来 尤其我们在台北市的话有那个台北3 那如果你在台北以外 这个怎么办 叫做爱台湾 你们都不爱台湾 都没有去过吗 爱台湾在这里 事实上两个账号现在都通了 所以你可以爱 P-A-I-W-A-N 爱台湾 有没有这个爱台湾无线网 你如果用这个 你走出台北市 你用的就是这里 因为 他就是在全 全国 现在不能讲全省 在全国很多的公家机关都有提供免费上网 的这种服务 所以你只要是台北3的账号也可以 到爱台湾这边来申请也可以两个账号现在是互通的 那你就可以走到 只要有的地方就可以用 这样有的是加油站 像邮局 互贞事务所 或者一些像办公室 有一些办公室你都有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叫爱台湾的那个基地台 这样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就是这些东西 肯定 加密不怎么样 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就麻烦你小心一点 比较真的比较机密的资料 你如果觉得 不OK的你也可以找找手机有没有应用程序 可以帮你再做传输过程做加密 但是各位你一定要记得有加密的 代表资料量一定比较大 对不对 因为他要做一些处理 所以风包会比较多 速度就稍微有点影响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 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再回到 最前面这边 我们现在 总算把五个 都搞定 那我就要毕业了 希望说今天的课程 你看我们前面 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工具讲的比较少 都是比较讲概念的 因为前面工具已经介绍很多了 所以今天是把你的思维的部分 希望能喝过这个方式 从心思图也好 个人的这个资料的安全性 你去着手 让大家能比较有这样的观念之后 你再 去应用适当的软体 或适当的设定 让你的生活更好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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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